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发 专业做白酒团子和皮发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 在前几期视频中 曾经给大家分享过 这款产品真15的一个优贤铁盖装 这个 减价比非常高的产品 最近这两天的出货量也非常好 回购率也非常高 很多朋友对它的评价 也是非常的不错 口碑非常好 很多朋友让我拿这款产品 对比一下国台国标 国标这个产品 作为国台的一个主线产品 也是销量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最近国台价格确实略有所涨 国标价格也要比以前要高一点 我给大家拿了一款 这个是国台2014年的酿道版 单说产品的九体 国台2014年酿道版 就是2014年酿道的一个九体 到现在呢已经是2020年的话 已经六年的一个九体了 所以它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2014年酿道版的话 就是六年的九体一个产品 真酒这款优贤铁盖装呢 它呢是八年的鸡酒加15年的老酒勾调的 所以呢它鸡酒年份更好 而且还加入15年的老酒 所以呢我很多我这个 同学人问过说我这个我感觉啊 确实真酒这个品质要好一些 但是呢很多朋友让我对比一下 今天呢就给大家对比品鉴 分享一下这两款产品的区别 这是国台的一个国标 真酒的铁盖 铁盖装 很多朋友担心铁盖会不会跑久啊 这个是完全没 这个完全这个 放心 因为这种现在呢已经不像以前了 现在这种密封效果也非常好了 九体颜色 我感觉啊 真酒的颜色这个不光是真15 还有真30 它的颜色都要比国台的颜色要淡 国台的是微黄的一个颜色 这个真15的颜色略微要淡一点 它肯定是和自驱工艺啊 是有关系的 九体颜色 国台的香气呢 这个产品的香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酱香正宗嘛 整个酒香呢 还是非常的协调 舒服性也非常好 真15这个真酒这个甜品的香气啊 我感觉更加的细腻柔和一点 比这个香气啊 更细腻柔和一点 先品尝一下这款产品 国台入口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整个酒里非常舒服 但是呢 说实话没有这个很突出的特点 整个喝起来非常的平稳 非常的舒服 一个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的入口的感觉 就是属于那种柔和细腻 很顺口的感觉 整个酒体的 就是这种柔和度 都要比这个国标好 而且这个产品呢 回味 回味要比 这个 国标肠 这种 口舌生肌的效果 要比这个产品要好一些 总体上来说 这个产品 酒体上 还有口感上 确实更好一些 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产品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对比的两款产品 一款是国标 还有一款 这个 真酒 这个 铁盖 通过对比的话 确实 还是 这个口感上 约微和点 但是呢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 或者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上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也